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乘平溪县小火车 来到邻近的青铜老街 感受不一样的铁道之旅 品尝有名的小吃 其中有一家传承三代的老店 是许多游客们热情推荐的必吃美食 放老街要吃什么 当然是鸡卷 鸡卷 这面鸡卷超好吃的 一定要吃鸡卷 就要鸡卷了 鸡卷讚 鸡卷好吃 人人说讚的鸡卷 在老街上飘翔数十年 不过鸡卷里其实没有鸡肉 有趣的名字可是有典故的 很多人刚开始来 吃了一半 奇怪怎么都没有咬到鸡肉 其实台湾各地都有鸡卷 但是都没有鸡肉 它是用台语翻过来 早期没有冰箱 就把多余的菜捡起来 鸡卷的菜换而已 就是鸡卷 换成国语叫做鸡卷 就是它的鸡卷就是有很特别的芋头香 就别的地方的鸡卷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鸡卷里面它是外酥 然后内卵 然后它的料很实在 我觉得它外面酥酥里面软软的 然后就是比较那种传统的妈妈那种味道 我会觉得口感很丰富 吃起来觉得很好吃 因为勤俭朴实而造就出的平民美食 成功打响了名号 想要知道平溪一带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吗